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說The Figure Below 顯示了Graph X加3Y等於-7 還有這個就是5X減3Y等於11 不如我們邊說邊記錄吧 這個我用黃色highlight去記錄給你 我用比較粗糙的筆 如果用黃色highlight在Graph上是誰 X加3Y等於-7 另外就是用橙色highlight 它有提及過的就是5X減3Y等於11 中文看中文 英文看英文 我把橙色highlight的直線 我估計就是這條 可以嗎?在圖片上 它就問我們 現在它問什麼呢? 我們看看 它問我們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to describe the solution 中文就叫做解 of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就是這個 你看真點 其實這個就是黃色剛才提及過的幾個方程 另外這個就是剛剛提及過的橙色幾個方程 所以我都highlight給你 中文就看中文 英文就看英文 可以嗎? 給你足夠的卡 而事實上 事不宜遲 直接在這裡做 老實說 這條題目想玩什麼呢? 其實什麼叫做solution 或者中文叫做解 這個聯合方程的解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本身黃色是一個直線 這個方程 另外橙色這個方程 這個equation 都是一條直線 而它們兩條直線 一條黃色 一條橙色 它們之間有個膠點 看到在這裡嗎? 我就拿一支綠色筆 記錄給你 好嗎? 那個膠點 大概就應該在這個位置 我重新說大概 可以嗎? 因為看得不準 格子也不漂亮 所以在這裡 你會看到它的座標是什麼 如果我們真的看看 倒過來的話 就是大概就是0.5 再多一點 像是0.5 有段估計沒有辛苦 降下來 下降到下面 下降到下面 這是-2.5 大概而已 當然不是準確去看到 而事實上 這次我選擇的答案 其实就应该 真心大概看到这个座标而已 所以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我今次选择的答案 转回笔线 就为C了 为什么我会选C呢 其实先解决 这个叫准确解 Excess Solution 就不会是Excess Solution 因为有段股母辛苦看到这一点是 绿色笔抹给你 就是0.5 还有就是负2.5 这个是有段股母辛苦看出来的 大约退过来是0.5 大约跌下来是负2.5 大概目测而已 所以没可能是准确值Excess Solution 这个B part也是Excess Solution 准确值 所以其实这两个都不会是答案 所以我们解决了 问题就是准确值 问题就是准确值 Approximate Solution 对不对 准确值 Approximate Solution 其实这个就是大大约约 近近似次 看出来的 很明显 看出来是0.5和负2.5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 所以D应该不适合了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C 好 终于搞定 那就查一查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了 OK 好 多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话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